上環項目上的選手 日本的 山石光使要上場 所以呢 畫面直接切到了調環 水平十字 彈成直角十字 再壓上成倒十字 我看他們這個運動員的調環 還是比較強 倒十字的角度 還是要有些扣分的 前去兩周 乘水平十字支撐 我們看他有些吃力 翻上成十字 自己後攻翻 轉體360度 四眼下 動了一小步 那麼剛才我也看到 滕海斌比雙槓的時候呢 葉志导格外關注了一下 我們請葉志导 給我們點評一下 剛才滕海斌的表現 滕海斌雙槓是他的強項 剛才還是很好地 完成了自己的成套 下法動了一小步 槓上還做得比較乾淨 那麼滕海斌呢 在雙槓項目上 那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動作呢 是後回環 或者說後上轉體360成倒立 山市他的這個調環 是他最強的一個項目 就相對於這一組的運動員來說 他還比其他人都強 他難度是要 在這六個人當中 是數一數二的 基本上能排第一的難度 他山市在前面用力動作 完成得不錯 就是在做前驅兩周 直接成水平十字的時候 那個環的控制有點問題 這個地方要扣分 他就是一個擺動的動作 接一個禁止的用力動作 得分是十五點一二五 他是調環項目上這一組 最後上的選手 也就是說 在比到現在呢 第一組的六位選手 都已經比完了 他們自己的第三輪 謝謝 感谢观看